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10月15号的BusanMenu,马骨菜单 在我们开始之前,我先做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我的频道目前主要分享每日马骨菜单,马骨技术分析和我个人的一些操作 所以如果你还没有订阅我的频道,可以点击一下subscribe button来订阅我的频道 然后记得打开小铃铛,这样你才不会错过我所发布的视频 OK,废话不多说,我们就来开始我们今天的视频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我们KLCI指数,今天是涨了一个5.76,大概0.36%左右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图表 在这个图表当中,我们还是可以看到这个KLCI指数还是徘徊在了这个1600的阻力范围 所以我们就要看下个星期的走势,看它是否能够成功的突破这个1600大关 如果讲完这个KLCI指数之后,我们来看一下几个马骨板块 首先我们看一下这个Finance 这个Finance我们可以看到在昨天触碰到了这个trendline的阻力之后 今天盘中有再次触碰了这个trendline的阻力 但是尾盘的时候还是守在了这个15705的这个价位 所以说像Finance这一类型的板块,我们就看下个星期是否能够成功的突破这条trendline的阻力 然后至于support的话,我们就可以用回之前的这个resistant 然后够的时候看一下科技板块 科技板块今天算是完美突破了之前的这个阻力位 然后今天收在了这个97.77 同时它也来到了新高,所以说像这一类型的走势,这个resistant就变成它的support 只要下个星期的走势还能够继续保持在这个97的支撑之上 我更认为还是可以去关注这一类型的板块 然后勾这个能源板块energy energy今天是收了一根阴烛同样的 所以说我们的支撑还是用回这个816,主力用回这个870 因为它现在在这个中间的范围嘛 所以说我们就看下个星期它的走势如何 然后property,property近期都非常的强势 连续三天都突破了三个resistant 在今天成功突破这个758的这个阻力 所以说像property这一类型的走势 这个resistant就变成它的support 然后勾手下一个resistant我们就看向这个787 说完property我们来看一下这个construction construction也是一样成功突破的这个173的这个阻力位 所以以现在这样的走势来说 它这个173的阻力现在就变成了它的支撑 然后勾手它的这个阻力我们就看向前期的高点 也就是这个177的这个价位 然后讲完construction我们来看一下这个plantation plantation还是一样的保持在这个支撑跟阻力之间 所以说我们的这个支撑就同样的用回这个6968 然后勾主力就用回这个7153的这个价位 然后这个industrial product今天是收了一根dodgy 同时也是来到了这个212的这个新高 所以我们还是可以看到近期我们的马股板块还算是非常的强势 然后勾手我们看一下这个consumer consumer也是一样突破了之前的这个resistant 也就是618的这个阻力 然后勾下一个阻力我们就看向前期的高点 也就是大概这里632的这个价位 只要它下个星期的走势能够成功的守在这个618之上 我更认为我们就可以看向这个632的这个阻力 然后勾这个transportation transportation则是保持不变 还是守在了这个927的这个支撑性之上 所以说我更认为只要下个星期 它没有失守这个927的支撑 还算是可以去关注的 然后讲完这几个板块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这个个股分析 首先第一支我们来看一下这个MGRC 这是MGRC今天我们可以看到 它在盘中的时候是有曾经挑战这个阻力位 也就是2块56分的这个价位 但是在尾盘的时候还是收在了这个2块53分的这个范围 所以说像今天这样的走势 它没有跌破我们昨天所放的支撑 所以说像这样的票 我个人认为 如果你在之前这里有操作到的话 还是可以继续的去守住 直到它突破这个2块56分的这个阻力 然后讲完MGRC 我们来讲一支科技的也就是这个Inari Inari今天收了一根有尾巴的羊竹 然后收在了这个3块78分的这个价位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它今天的这个跳空上涨 已经突破的之前的这个resistant 也就是3块75分 这两个的高点 所以说像这一类型的票 我个人认为它下个星期的走势 就是只要没有失守3块75分 还是可以去留意一下的 当然如果它失守这个3块75分 我们就先把它放一旁 然后讲完Inari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sittos 这个sittos如果说你之前是打的比较紧的话 你就先以一个止盈的方式提前走人 但是你打的比较松的话 我们是用这个1块98分的这个支撑 或者说这个trendline的这个支撑 所以说它近期也没有跌破这些支撑 然后今天也在这个支撑上收了一根羊柱 所以说我更认为如果它接下来下个星期的走势 没有失守这个2块04分的这个价位 我们还是可以去关注这一类型的票的 当然如果它失守的话 我们又再次用回这个2块01分的这个支撑线 然后讲完sittos之后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Asia 像这支Asia 如果你是在之前大概这个0.99分 到这个1块04的范围 你有操作到的话 像这几天的走势 你想要先以一个止盈的方式提前走人 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当然如果你是打的比较松的话 你还是可以用回这个1块15分的这个支撑 因为如果说像昨天它已经跌破了的 这个1块21分的这个支撑 但是它在今天的时候 也没有回到这个1块21分的支撑线上 所以说像这一类型的情况 加上你是打的比较紧的话 要先以一个止盈的方式提前走人 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当然这也只是我个人的一些建议 然后看完这个Asia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3A 这个3A也是一样的 如果你是打的比较紧的话 也就是这个1块06分 来作为一定的支撑的话 像今天这一类型的走势 其实你要先以一个止盈的方式 提前走人绝对没有问题 但是如果你是打的比较松 也就是之前我们放的这个价位 就是差不多蜡烛的一半 它今天算是完美收在了 这个支撑的这个位置 所以说如果你是打的比较松的话 你就可以留意一下下个星期的走势 只要它没有失守 这个1块04分 我个人认为还是可以继续的去守住 我勾下一只也就是这个SK Press SK Press这支票呢 其实像它今天这样的走势 我认为也是可以去关注一下的 所以说如果有操作到的话呢 我个人也是认为我们的这个support 我们可以直接用这个整个蜡烛 又或者说你真的是打的比较松的话 你可以直接用这个1块80分 来当做你的这个支撑 只要它跌破的话 就以一个自数的方式提前走人 如果我们的这个主力范围 我们就看向这个1块94分 跟2块钱的这个价位 所以说这里就是我对于这支SK Press的一些操作与看法 然后讲完这个SK Press我们来看一下这个Sytex Sytex这支票也是同样的 近期我们都可以看到它还是保持在这个支撑限制上 所以说我更认为像这一类型的走势 也是可以去关注一下的 只要它没有失守这个4块51分的支撑 还算是OK的 然后过后我们再来看下一个 也就是这个RL 我们可以看到这支RL 今天也是成功突破了之前的这个主力 也就是0.615的这个价位 所以说如果你是比较保守的话 其实可以等看下个星期的走势 看它是否能够继续的稳住在这个0.615的支撑之上 如果失守的话就先把它放一旁 当然如果说你能承担的风险比较大 像今天这一类型的走势也是可以去关注一下的 如果同样的我们的Support就会用回这个0.615 又或者说你要用这个0.605也是OK的 这些都是取决于你们自己 然后够同样的Resistant 我们就看向这个70分的这个价位 然后讲完这支RL 我们来看下这个Gending Malaysia 这支Gending Malaysia今天的走势还算是不错的 还是成功的在这个Support之上收了一根羊猪 收在了这个3.21分的这个价位 所以说我个人认为 如果你在之前这里有操作到的话 我们的这个主力同样的就看向这个3.29分 然后我们的Support要用回这个3.16分也是没有问题的 又或者说你要用这个蜡烛的一半也是OK的 NOGO讲完更定 Malaysia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Complete 这支Complete在昨天算是已经跌破了我们之前所放的这个止损点 NOGO如果你是打的比较松的话 你用整根蜡烛它今天也算是跌破了这个1.93分的这个支撑 所以说像这样的走势 我个人认为如果你之前在这个范围就操作到的话呢 像这几天的走势要以一个止盈的方式提前走人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当然这里只是我个人的一些建议 你还是可以跟着你自己的一些交易方式去操作这一类型的票 NOGO的时候我们再来看这个答案 答案这支票呢 我个人认为它现在的走势也算是可以去关注的一支原因 也就是它在昨天算是有跌破了我们的这个3块30分的这个支撑 但是今天马上又在这个3块30分的支撑线上收了一个羊主 但是说如果说你在之前这里没有操作到的话 你现在想要操作的话 我个人认为是可以的 但是仓位必须要控制好 NOGO手 你可以先放一个支撑 只要它的价钱跌破支撑 你就可以先以一个止损的方式走人 毕竟我们可以看到这支答案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它的涨幅也算是不小的 所以说如果你现在想要操作的话也是ok的 当然你的这个仓位必须要控制好 NOGO子孙也必须要放好 如果说要操作的话呢 我个人认为可以把我们的子孙给放在这个3块30分的这个价位 但是如果你打的比较松的话 你想要用这个3块26分 也就是这个蜡烛的一半 也是没有问题的 这些都是取决于你自己 NOGO我们再来看下这个CI Holding Burhats 这支CI Holding Burhats还是一样的 持续保持在这个支撑限制上 所以说像这一类型的票 我个人认为它下个星期的走势 不要失守这里的这个支撑 也就是大概3块80分的这条支撑 我个人认为还是可以去关注的 NOGO接下来也就是这个RAMSOUL RAMSOUL今天保持不变 所以说像这样的情况 如果你是打的比较紧的话 你在昨天还没有以一个支援 或者支撑的方式提前走人 像今天这一类型的情况 我个人认为你要以一个支援 或者支撑的方式提前走人 也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因为它在昨天跌破了这个支撑之后 今天也没有再次回到这个支撑之上 但是如果你是打的比较松 的话你还是可以继续用回 这个0.84分的这个支撑线 NOGO时候我们再来看下一个 也就是这个更定 这是更定我们可以看到 今天的走势是又再次挑战 这个5块25分的这个阻力 所以说像更定这一类型的走势 我们就必须要等看下个星期 它的走势 看它是否能够完美的 突破这个5块25分的这个阻力 然后讲完更定 我们看一下这个FITUS 这是FITUS也是同样的 如果你在昨天有操作的话 我个人认为我们的support 其实可以往上移 把它放在这个蜡烛的一半 只要下个星期的走势 没有失守这个41分 我个人认为还是可以 继续的去守住这一类型的票 但是如果说以保守的方式 像昨天这一类型的情况 你没有操作到的话 我个人认为像今天这一类型的情况 就先不用去追高 我个人认为可以等一个回踩 又或者说突破之后 守在这个0.425 我们再来去关注这一类型的票 如果讲完FITUS之后 我们看一下这个BP Plastic 这支BP Plastic同样的 如果你是打的比较松的话 我个人认为要先以一个 止损的方式提前走人 也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但是这里只是我个人的一些建议 你还是可以跟着你自己的方式 去操作这一类型的票 如果讲完BP Plastic 我们看一下这个HPMD 这支HPMD也是一样的 如果你是在之前这个范围 有操作到的话呢 像今天这样的走势 你要先以一个止盈的方式走人 也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如果说你能够承担的风险比较高 你要等看它下个星期一 是否能再次回到这个支撑线之上 也是没有问题的 可是如果说你承担风险的能力 没那么高 你要在今天以一个止盈的方式提前走人 也是OK的 然后我们再看这个DPI H 这支DPI H 今天没有跌破我们的这个0.485的支撑 所以说我个人认为像这一类型的票 还是可以继续的去守住 然后同样的助力 我们就用回这个0.51 然后够支撑就用回这个48分的这个支撑 然后我们看这个UMS NGB UMS NGB 我个人认为像今天走势也是算是不错的 所以说同样的 如果说有操作到的话呢 我们的这个support其实可以把它移上一点点 移到这个蜡烛的一半 大概这个1块27分的这个价位 然后同样的我们的主力就看向这个1块38分 然后我们再来看今天的最后一支 也就是这个SPSETIA SPSETIA今天的走势算是非常的强 突破了这个1块38分的主力 然后今天收在这个1块48分的这个价位 所以说你在之前这里有操作到的话呢 我个人认为我们就把我们的support 给往上移到这个蜡烛的一半 大概这个1块42分的这个价位 只要说他下个星期的走势 没有跌破这个1块42分 还是可以继续的去守住 至于他的主力 我们就看下之前的一个高点 也就是大概在这个1块61分的这个价位 所以说像SPSETIA我们的这个支撑 我们就用这个1块42分 没有够我们的主力就用这个1块61分 当然这些support的价位 还是可以根据你自己的能力去做出调整 所以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结束 然后如果你觉得我所做的这些视频 对你有帮助的话 就请大家帮我订阅 按赞并且分享出去 最后谢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见 拜拜 拜拜 by bwd6 by bwd6